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商品标签价与账单价格不符 超市自称疏忽导致 由于超市工作人员工作疏忽 将标签到期后 超市工作人员并未将以到期的红色打色签下架 民间借贷偷还信用卡 不小力滚力 一千多混成几十万 深陷追债恶迸 弄这个头像 完了之后旁边披的那个一个棺材 棺材完之后下边写的字 说什么半晚年什么的 就是说让他们参加葬礼什么的 利息低 高额度无门槛 无法抗拒的诱惑 无法执念的现实 你明天拖到明后天 那就预期了 明天的预期是200多 想每天都会不断的增长 知道吗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卡足南的借贷危机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听大家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11234 随时开通 欢迎随时拨打 那咱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3月10号 埃塞俄比亚航空 一架波音737 MAX 8客机 发生了坠机空难 那机上呢 是157人全部遇难 试试飞机上 共有8名中国公民 目前呢 8名中国公民身份已经确定 搜救工作正在进行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当地时间3月10号上午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从首都亚地斯亚贝巴 飞往内罗币 一架编号为ET302的航班 在埃塞境内坠毁 客机上 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 全部遇难 试试飞机上 共有8名中国公民 包括一名香港居民 8名中国公民 分别为5名男性 3名女性 中国公民身份初步确认 4人为中资公司 派驻员工 2人为联合国国际工作职员 包括一名香港居民 另外2人来自辽宁和浙江 为因私出国 驻埃塞使馆已经与埃方 建立协调联络机制 并同遇难中国公民家属 取得联系 驻埃塞使馆紧急联系方式 领保应急电话 251-911-686415 使馆值班电话 251-9249-10200 事发当天下午 埃塞俄比亚豪国公司 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 驾驶出示客机的机长 驾驶经验丰富 保持优秀的驾驶记录 试试客机委 波音737 MAX 8 购于2018年11月15号 购于波音公司 此前没有发现任何机械故障 客机逝世后 机身残骸散落范围 达周边1万平米区域 埃塞恒公司还联系了 在事发地附近的中资企业 中国中铁七局协助救援 截至当地时间10号晚8点 搜救人员已经挖出了 逝世飞机的发动机和机翼残骸 但是黑匣子仍未找到 第一报道张言若冲报道 这起空难是波音737 MAX 8 客机时隔5个月后再次出事 出于安全考虑 今天上午中国民航群下发通知 今天3月11号18时前 暂停波音737 MAX 8 客机的商业运行 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 从长春龙家国际机场了解到 长春机场没有该机型的飞机起降 埃塞空难是继去年10月29号 印尼失航空难事故之后 波音737 MAX 8 飞机发生的第二起空难 鉴于两起空难均为新交付不久的 波音737 MAX 8 飞机 且均发生在起飞阶段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着对安全隐患零容忍 严控安全风险的管理原则 为确保中国民航飞行安全 3月11号9时民航局发出通知 要求国内运输航空公司 于2019年3月11号18时前 暂停波音737 MAX 8 飞机的商业运行 核实恢复要等候通知 本栏目记者第一时间联系 长春龙家国际机场 了解到长春机场已经接到相关通知 长春机场没有该机型的飞机起降 据了解波音737 MAX 8 是民航业 对737 MAX 8 的简称 网上查询显示 3月11号 国航从北京飞往贵阳的航班 机型已经改为波音737 800 机型 此前有737 8 直飞的 厦门航空MF 8031 航班 今天开始也改成了737 800 机型 一个737 800 跟它停飞这个机型有什么区别呀 从载客量上基本是差不多 180多人 但是就是737 800 它是老款飞机 你就是设计啊 更采用那种传统设计方式 而且这个新的机型呢 就是设计上可能在动力方面要更强 能航要降低 据悉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接收了737 8 机型 如国航 上航 南航 海航 下航 深航 山航等 其中南航最多24架 其次国航拥有15架 尽管被认为存在缺陷 但是737 MAX系列仍然是国际上航空公司的热门选择 第一报道 张言 若冲报道 客机失事后 埃塞航空公司承诺将与波音公司 埃塞俄比亚民航局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 共同就失事原因展开调查 中国外交部和驻埃塞俄比亚使馆 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进展 全力为遇难中国公民家属 处理善后提供积极协助 波音737 MAX 8原本一个陌生的客机型号名称 如今已经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2017年11月3号 国航迎来了首架波音737 MAX 8客机的交付 成为国内首架使用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的航空公司 目前我国大陆约有60余架737 MAX 8客机 今晚18时前暂停波音737 MAX 8客机的商业运行 中国民航局将联系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和波音公司 在确认具备有效保障飞行安全的有关措施后 通知各运输航空公司 恢复波音737 MAX 8客机的商业运行 好 那咱们再来接着往下看新闻 3月11号凌晨5时54分 双疗消防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位于203国道双疗市东明镇前太平村段 那一辆满载33吨96.1浓度的酒精灌槽车 那与前车发生了追尾泄漏 双疗大队立即调派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处置 接到报警后 双疗大队调派了三台泡沫消防车 一台抢险救援车15名指战员 以及双疗市王奔镇柳条镇政府专职队 共计6车20人赶赴现场 6点30分全部力量到达现场 经过侦查 灌体右前侧有长约70厘米重向裂口 酒精正向外涌出 现场指挥员立即出两支水枪 对泄漏的酒精进行稀释 并对灌体实施冷却 对现场实施警戒 严禁无关人员和车辆靠近现场 由于裂口较大 无法实施堵漏 指挥员果断采取放空灌体 筑堤导流 用大量水进行稀释 并利用泡沫液覆盖 8点40分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战斗 成功处置此次泄漏事故 防止了二次事故发生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我们接着往下看 说到密码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咱们就简单来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手机 咱们解锁的时候就需要密码 支付的时候需要密码 手机里各种各样的软件 同样是需要账号登录密码登录的 这个呢对于设置的密码 大家是否觉得安全叙述高呢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随着生活方式越来越智能 要记住的密码就越来越多 无论是支付功能 电子邮箱 或是家中的WiFi 都需要密码才能打开 那什么东西都得需要密码吧 只要注册什么东西 都会得需要密码 手机 微信 银行支付密码等等 一般都是身份证上 或者是手机号 后留位或者是前留位上 自己生日了 或者说你方便记得数字 对自己有意义的数字呗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家人朋友的生日 纪念日 这些简单的数字 成为了多数人的首选 另外还有很多人抱着最危险 也就是最安全的想法 把123456 六个零 六个八等超级简单的数字 设为密码 这样有时候 我就自己就能解开别的WiFi 就是自己试就能试开 八个零 八个八啥 就特别简单 一到六 然后3366了什么的 就是简单都是这样 就是12345 ABC就完事了 近日美国安全软件公司 公布了2018年 100个最烂密码报告 数字组合123456 连续5年蝉联第一 而第二名是英文单词密码的拼写 其他排名 依次是123456789 12345678 12345 六个一 1234567 单词阳光的拼写 键盘第一行 从左起的六颗字母 以及英文单词 我爱你的拼写 而这些最烂密码的共同特点 就是简单方便记忆 估计简单一点 自己好记忆 要不然容易忘呀 我觉得我设置的已经很简单了 怕忘啊 因为我的银行卡 每次收完密码都记不住 还要去补卡 比较烦 太负达的时间长了 有的时候想起来登一下 那可能就失效了 然后你再需要登一下 就得需要密码 然后就怕忘了 这些密码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我们对当下密码的使用习惯和困扰 2018年 中国网民个人隐私调查报告显示 我们当下对于密码的使用还是存在非常大的风险的 不少人都是一套密码走天下 几乎都是一个密码 我基本所有密码都是一样的 因为之前一网卡设置个密码之后就忘了 现在都是一个同样事 所有的都是同一个密码 我也怕忘 因为要不然记太多了 也不能拿个笔拿个什么去记 基本上就是都设置一样的好记 以几个密码通用于大多数账号的中国网民 占到50.8% 对于自己拥有多个账户 采取同一套密码的人占14.9% 说到这儿 您平时的银行卡 微信 支付宝 电子邮箱的密码都是什么呢 如果不幸位列其中 赶快去检查一下安全系数 换一下吧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下面来去看一个比较热闹的地方 长春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区 今天晚上将是特别的热闹 因为这里要开展第四届雪地光珠狂欢节 现场不仅聚集了很多酷爱滑雪的滑雪健将们 还有很多精彩的表演 那现在就连线一下正在前方的记者 记者这个一博了解一下现场情况 一博你好 你好一博 好的主持人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村 那今天在这里也将进行咱们的雪地光珠节活动 还有继2018至2019雪季风版仪式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舞台上正在进行的就是热场活动 我们的街舞表演 那在这个街舞除了我们稍后即将开始的这个街舞表演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乐队正在进行调试音乐 那在稍后我们的6点18分的时候 我们的今天的整个活动也会进行 包括除了我们现在的音乐调试 在我们的现场还是非常的热闹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活动的两侧 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参赛的选手 以及还有我们的一些滑雪爱好者 那除了这些活动之外 在我们的热场还会有一些非常趣味恒生的活动 包括一些游戏环节 那当然除了这些热场活动 最受大家关注的活动 就是咱们今天的重头 也就是我们的光珠比赛 那我们整个光珠节 一共是有70余名的滑雪爱好者 将会从我们的初级雪道 从我们的初级雪道的最顶端滑下 当然这70余名的整个滑雪爱好者 是有10余名的比基尼的美女 还有就是我们会着装的 骑非常好看的一些衣服 比如说八仙过海 或者是小猪配骑等等 也就是说更加的增添了我们的趣味性 那除了这些活动 今天还有一大亮点 关于这大亮点 我们也是请到了长春市妙香山温泉滑雪度假 村的文创部的负责人 那张负责人你好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稍后的这个篝火晚会的一些情况 好的 我们今天一共准备了很多丰富的表演 包括我们光珠火野表演有很多组合 还有我们稍后有一个滑水的一个表演 也是助力2022总和会 然后还有非常精彩的UTV冲浪表演 那么我们今晚所有的准备活动 都是让大家让我们学友 记住2018至2019雪季 让我们相约20192020雪季 那既然是这个光珠节 那大家肯定是要这个赤博上阵 对啊 因为像有比基尼啊 还有我们的西装衣服 像八仙过海组合 西游记组合 还有一些脸谱啊 包括泳装组合 都是非常吸人眼球 他们一边滑着雪 一边用那种激动的心情来纪念这个雪季 那好的 感谢张负责 听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已经非常心动了 那除了这么好看的活动外呢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手上有两个吸管 这呀就是今天的游戏环节 那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啊 也可以现场进行报名 用两根吸管进行连接之后啊 唱饮啤酒 那么只要呢 在最快的时间内啊 把啤酒饮完 还会获得丰富的奖励 由于时间关系啊 今天我们的活动还没有正式开始 不过相信您听了这么多 一定也非常期待 那我们在明天傍晚版的节目当中呢 也会把这些精彩的包括篝火晚会 以及烟花表演 在第一时间带到您看到 好的 主持人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 谢谢一波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哈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对这项活动 非常非常感兴趣的话 不如到现场就感受一下 对雪地狂欢节的魅力哈 我们接着往下看新闻 现在呢 春天的步伐是越来越近了 前几天呢 省内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持续的走高 天气呢 也非常的暖和 于是咱走在大县上看到 很多人都脱下了这个羽绒服 没错 棉服 换上了这个春天的衣服哈 但是呢 我们要提醒大家 就是今天我们的记者 从吉林省气象台了解到 今明两天省内的气温 就跟过山车似的要下降了 进入三月份以来呢 我们省的气温呢 是明显的偏高的 1到10号 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平均呢 是高出了6.8度 根据最新的气温资料预测呢 未来几天吧 我们省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 从今天白天开始 这个气温就开始缓慢地下降 然后累计的降温幅度 可以达到6到9度 我们局部地方10度以上 最低气温呢 将出现在13或14号的早晨 三月的天 孩子的脸 偶尔阳光明媚 春意盎然 偶尔大风也来捣乱 增加存在感 三月气温炸暖还寒 起起伏伏 让人摸不着头脑 今天夜间 全省多云 有时晴 部分地区有雨加雪或小雪 未来的48小时吧 我们省的北部和东部 可能有一些分布布君的小雪 苏延北 长春北 吉林北 延边北这一带 13号的降雪可能主要在东部山区 吉林东 白山 长北山宝湖区 包括延边西部这一带 另外15号前后呢 我们省的东部可能还有雨加雪或者小雪天气 到15号以后吧 气温还会缓慢地有所回升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西风转偏北风 瞬间风力可达5至6级 提醒大家天气变化 注意天衣保暖 第一报道 这要送货生报道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全省多云有时晴 长春北部 吉林北部 通化北部 白山北部 延边西部 长北山宝湖区有雨加雪或小雪 预计明天白天 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 偏西风转偏北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 在0到4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的气温是率有下降 下面来看中国天气网 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多云 0下7到1度 吉林多云转型 0下6到1度 四平晴转多云 0下10到3度 辽园多云转型 0下9到2度 通化琴 通化琴 0下6到2度 白山多云 0下7到0度 白城琴 0下8到2度 松原多云转型 0下8到1度 延吉多云 0下5到4度 长白山小雪 0下18到0下15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 进度广告 稍后内容更精彩 打平得不得 落点失在刻 今天是周一 此时此刻又正值晚高峰 这路面上的情况不言而喻 您能够守候在电视机前 锁定我们吉林电视台 公共新闻频道 收看我们的节目 足以证明两点 第一 您很有品味 第二 您远离了堵车的烦恼 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 看自己的电视 让别人堵去吧 这是多么优雅的生活态度 可是往往有些司机 在行车的时候 这态度就没有那么优雅了 最近有长春的网友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段视频 是行车记录仪拍下的画面 只见该车在路口正常行驶 而右侧出现了一辆 白色的大众轿车 想要强行并线 按理说 这执行车辆优先 白色轿车应该排队等待 但是它强行加三的行为 使得执行司机大为不满 于是加了点油门 阻挡住了对方的路线 而两辆车的激烈争夺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马路上上演了一场 你追我赶的赛车大戏 白色轿车也不甘示弱 充分展现出了 不抛弃不放弃的抢行精神 经过多次的尝试之后 终于并线成功了 得了便宜之后 它还不满足来了个突然刹车 险些酿成追尾事故 不用说这都是斗气惹的祸 最终长春交警 经过调查和核实 对变更车道的白色轿车驾驶员 给予了罚款一百元的处罚 其实我说的这件事 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只要是有车一族 谁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么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 不仅体现出了自我的修养 也反映出了安全意识强与不强 倘若执行司机不去计较 礼让一些 对方愿意并线 你就让他并就好了 那么自己就不至于窝火 更不至于承担风险 与此同时 也大可不必感觉委屈 因为对方的违法行为 终究会受到惩罚的 回过头来 对于那位不遵守交规的司机 我都懒得说任何的话 因为人的素质有好有差 对于那样的人 劝啥都是白搭 有句老话说的好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也就是说 不管是谁 只要是犯了错误 接受惩罚 都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罚谁 这件事就不好说了 下面这位呢 就是自己捅了娄子 却让别人掏腰包的主 在吉林市啊 有一只苍蝇 注意啊 我说的是苍蝇 不是苍蝇 盯上了村民家的鸡 三天两头了就去骚扰 致使六只小鸡啊 不幸遇难了 这村民不答应了 新话说 俺家的鸡 过年都没舍得宰一只 凭啥你来串烫门 就祸祸一大窝呀 于是把这苍蝇逮住 并且关在了家中饲养 林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 得知之后呢 协助警方将苍蝇救回 并且补偿给了村民六百元钱 您也许会问了 这头鹰咋那么金贵呢 把相关部门都给惊动了 原来啊 人家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法律有规定啊 严禁捕捉 贩卖购买 饲养 以及伤害 现在啊 经过村民的非法饲养 这苍蝇呢 已经失去了生存能力 要经过野化的训练 才能够放归大自然 该说不说啊 这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呢 算是挺够意思了 还给这个村民呢 赔偿了一笔钱 不然擅自饲养 直接治罪 自己岂不是倒了大煤呀 所以啊 鹰不可冒象 海水不可斗梁 谁让他是鹰中的贵族呢 是不是 下次再遇到这种事啊 直接打电话 联系林业部门 免得摊上大麻烦 换个话题 以前呢 每当咱们提到网红这俩字 大伙的第一印象都是 帅哥 美女 金金的下巴 长长的头发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网红这个词所涵盖的内容 也在扩展 比如美食景点等等 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城市 重庆 这个地方啊 不仅美女多 美味多 美景也多 很多网友呢 专程来到重庆 就是为了一睹 青鬼穿墙而过的景观 因此呢 离子霸战 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的胜地 最近呢 来重庆呢 有一种新玩法 上了热搜 那就是吃青鬼的拍照方式 场面十分的有趣呀 也有这个重庆的网友表示了 哎呀 我这每天都坐二号线 天天都在背吃 这可咋办呢 说句实在话啊 我跟大伙关注的点呢 不太一样 我想的是啊 以前住在这栋楼附近的居民呢 整天饱受着青鬼噪音的干扰 白天晚上休息不好 于是呢 等着盼着 把房子卖了 换个地方 好好的睡神一觉 可现在不同了 随着景点的火爆 这房价也是水涨穿高 附近居民整天都不乐意睡觉 心想 就咱家这位置 就咱家这视角 完全可以对外售票 这就是网红经济所带来的连锁效益 你想啊 这游客 吃着腊火锅 看着青鬼车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嘛 是不是 所以啊 我是真理解不了 到底有啥好 只得千里迢迢 跑到那个地方去拍张照 也许啊 是我的生活呢 过于乏味单调 所以看啥都觉得无聊 得了 今天呢 咱就得步到这里 接下来呢 是第一快嘴的时间 咱听听张云能说点什么不无聊的事 宝尔想分说天下事 瞧嘴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嘻笑怒骂聊古今 咱是敬唠 时刻 第一快嘴张云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快嘴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呀 现在路上开车的女司机啊 那是越来越多 不过因为之前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企业 把油门当刹车而造成的交通事故 而绝大部分呢 又都是女司机所为 所以啊 很多人呢 都称他们为马路杀手 这并不是这个性别歧视啊 对于驾驶和机械 女同志啊 天生可能就不太感兴趣 就像你让我知毛衣一样 一年的时间 我能知得嘎着窝这就不错了 不过啊 也有不少男同志 对女司机呢 有偏见 事发重庆九龙坡 邓女士开着小货车 由于平时挺小心 遇到路口 是慢慢过 转弯便到有点缓 安全时刻是紧记着 后面叫车在骑后 跟着邓女士 她就不快活 嫌她开车有点慢 嫌她开车不利索 找个机会超过去 降下车窗把话说 说她就是马路那杀手 问她驾照怎么考的 说完加油超过去 邓女士可是不让着 横踩油门把她便停了 下车找她落车来落车 我是开得不太好 可我也没有挡到不让你来过 你的车技倒是好 不也没成那个舒马赫 男的心中也有气 反唇相机是没闲着 就这样你一言来我一句 互不相让相对歌 俩人吵得那是不可开交啊 引来了很多群众在围观 同时呢围观的还有交警 最终因为双方在主干道上 不依不饶争场影响了交通 最终被民警教育并处罚 有网友说了这男的胆可挺大呀 你都说他是马路杀手了 那马路杀手他也是杀手了 你还敢跟他顶嘴 你就不怕在马路上被他干掉吗 下面说的是啊 现在网络上自拍视频非常风行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钱没钱 只要有个手机 你就可以成为焦点 这不广东深圳有一女子 就玩起了自拍直播 不过她的行为呀 有点不妥 市中心的主路上 奔驰跑车是停一旁 一名女子在舞蹈 直播视频在录像 视频你看她也看 有人爱特了警长 交警微博来留言 玩得开心嘛 我说这位好姑娘 人家不顾开直播 交警为啥是会这样 原来这奔驰党车号 而且主导禁止车停放 我们看的是热闹 交警看到是违章 要说交警效率高 违法当晚是就到账 奉劝各位小伙伴 以后可别这么浪 其实这直播也好啊 视频也罢 怎么录怎么传不要紧 但是不能影响别人 不能违反法律法规 而且不能在这上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不要总幻想着自己会成为一个大明星 毕竟啊 那是极少数 人呢 还要踏踏实实的生活 这样才能走得远 走得稳 您说对不对 这正是男子骑士女司机 女子便停来讲理 网红停车来直播 最后坑的是自己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下面说的是啊 这个新闻呢 就和广告有关系 说上海的一家广告公司 他在公路上 现场插播了一条汽车广告 怎么插播的呢 来 咱看看 升更半夜的高架桥 车辆稀少是路宽敞 有人加班才回家 有人上电是才打烊 累了一天身疲惫 着急回家躺上床 车少甭壳快点开 可走着走着出状况 一共只有三排道 四辆车并排走在那前方 左边没空过不去 右边你也更别想 中间一辆是无牌车 想要过去初飞长翅膀 鸣笔双闪是给信号 前车就是不给让 这辆行驶了二十多分钟 市民报警 提供录像 交警调查家走访 迅速了解了状况 原来是广告公司 深夜广告 拍在路上 为求一个好效果 丰路拍摄是还挺忙 这路本是大家走 你们独占太猖狂 再猖狂也没用 警察把情况 掌握清楚后 直接把当事人 传唤到了警局 根据相关规定 对三名亚道行使人 分别给予了 十日及五日的拘留 对工作精益求精 是个好事 可前提是 不能影响别人的正常生活 你们在道场 未经允许这么现场 拍摄二十分钟的广告 作为群众的我们有权不看 有的网友说了 也许这个拘留的事 也是这个广告的一部分 要真是这样 那就不是汽车的广告了 全当做普法的公益广告就好 这正是深夜把路风 广告进行中 行为是违法 拘留长记性 好 今天第一块嘴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 下回咱在说稀奇 几时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1998年开始 长春已经成功的举办了 21届广告及LED照明博览会 今天上午呢 长春第22届广告印刷 及LED照明博览会呢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拉开了帷幕 虽然是一个专业性的展会 但是展会上展出的新技术 新产品 让参观者大开眼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展会上去看一看 我现在是在 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 七号馆 也是广告展的现场 那么在我身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白板上面呢 有四个这样黑色的装置 我们用手转起来 感觉像风扇一样 那么参展上告诉我们说呢 如果把它通上电之后呢 它会出现非常奇妙的 这样的一个图像 那么我们了解到呢 它叫全新的3D投影仪 我们下面请 我们参展上 给我们操作一下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白板上面呢 通过这个旋转的状态之后 呈现出来了一些光的效应 而且一些图像 在左下方是一个葫芦娃 什么样的一个原理 能够呈现出来的呢 它是一个 通过一个电子屏改装的 变成3D投影仪 就是把这个内容 可以照相啊 图片啊 或者你录的视频 手机录的视频 存在的内容卡里 它自动就播放了 我们自己研发的 它的优势是啊 可以随意换内容 宾馆类的 或者那个酒吧类啊 美化店呢 饭店呢 放这种图片 耗电非常小的 12V的电 金库是长城市 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 从事广告行业 已经17个年头 今年展会 他们带来了公司 引进了一项新技术 三维立体景观字 进行展示 通过一种3D的软件 先把它那个开展 平板 大开 然后再通过软件 上激光切割 然后立编 人工制作 它的特点就是立体感强 然后给人的感觉和视觉 要比平板那种二维的字 视觉要好一些 17年来 广告行业 加工技术和设备 不断推陈出新 这让金库 确实感受到了 科技带来的变化 假如说咱这个花字 以前的工艺 就是手 先把它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呢 然后咱们用人工 拿刀去磕 磕出来的工艺呢 还不一定敢这个 现在这个工艺完整 因为以前那是手工嘛 它磕出来之后 肯定会有一些瑕疵 但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这个机器啊 完成这个字 以前用手工科 时间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时间 它得说成熟 如果说现在呢 用机器来完成它 大概也就是5秒钟到10秒钟时间吧 2019 长春第22届广告印刷 及LED照明博览会 展出时间是从11号到13号 展会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 咱们今年那个展会规模 大约有1000多个展位吧 500多家展商 分两个馆 7号馆是广告材料 标牌标识 字 还有RD产品 然后6号馆是广告设备 图文印刷设备 展会开到家门口 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前来寻找新技术 以及合适的项目 您是从内蒙专门过来的 不对 我开车过来的 专门上内蒙过来的 我主要是关注 现在就是排便底这块 和UV啊 还有光纤切割这块 感觉开完之后 还受益不小 有这个展会 设备好采购 完了维修啥的还都方便 这都有正大好处 第一报道 从文静送件报道 我们都知道 孕妇卡式消费 一直都是纠纷频发的消费领域 我们栏目呢 也对此类的事件 进行过多次的报道 总结来说呢 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就是涉及到霸王条款 买卖双方合同约定 不清所引发的争议 或者是门店关门跑路等等 所以呢 我们在办理预付卡 进行消费的时候 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受理的一起 与预付卡消费 有关的典型案例 也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提醒 2019年1月8号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受理了赵先生的投诉 2017年10月份 他在长春市赛德广场7楼 一家名为伯百利 健身养生会所的机构 办理了一张健身卡 在办卡之初 他对这家健身馆 还是满怀期望的 虽说这位健身教练 比健身馆内 其他教练每节课的价格 要贵出100元左右 但赵先生对这名健身教练 非常认可 点名要求购买 这位健身教练的课程 当即交款并签署了服务合同 可健身馆却没有将合同 一试两份给到赵先生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在2018年5月份左右 健身馆开始频繁 为赵先生更换教练 他就说你那个教练不干了 然后就要给我换教练 换了三四五次了 问来前台我还剩多少节课 然后他说我剩下40节 已经上了20节 但是我自己计算 应该上了14五节 应该没有20节课那么多 因为我每次都没签字 没让我钱 管理特别不规范 但是他一直没有明确地给我一个 这个一个单子 或者还是一个答复 就是说啊 售出的卡一概不退 但是我感觉这已经 侵犯到了消费者的权益 赵先生的诉求 是退还卡内余额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 核实了赵先生提供的 相关证据之后 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 查询到了这家健身馆的全称 为吉林省博百利 健身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为刘泽江 在2019年1月15日的下午呢 我们对健身会所店面经理 杨国栋 做了这个调查笔录 进行调查笔录的过程中呢 针对我们询问的消费者 是否在贵公司办理健身卡 并且这个消费者消费的次数 剩余的次数等等的 一系列的问题呢 经理呢 对此呢 是一问三不知 所有的问题呢 都是以不知道 不了解来回答 那么经营者的这种态度啊 为我们的这个调解呢 是增大了很大的难度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表示 协调此次纠纷的关键 在于确定当时双方签署的合同 是如何约定的 同时需要查看消费者的消费次数 消费金额等相关记录 但吉林省博百利健身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拒不配合提供 1月16号 记者与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消费者赵先生 及他的家人 来到了博百利健身养生会所 希望通过这次上门调解 解决双方争议 博百利健身养生会所的经理表示 目前他找不到当时双方签署的合同 但根据他们目前与其他会员 签署的合同文本来看 其中一条写明 是私教课程已经售出 盖部退款的 面对商家的拒不配合 赵先生的家人难耐激动的情绪 你退钱你做不了主 我没没说 人民币不从你这处 你退钱做不了主 那我现在就不说 我就要查我上多少解课 您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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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是负责 我负责的是员工培训 前台是不是负责呀 我这个还需要找你老板去查吗 他上了多少课 还得找你们法人吗 我现在问你 我是不是在你的店里吗 那你还要我上哪去找啊 你直接找法人啊 可以了 我只是查我的课次 我找什么法人呢 消费者的消费记录 双方签订的服务合同 以及消费者的卡内余论呢 是我们调节本次纠纷的一个关键 作为经营者呢 是有义务向我们提供这些相关信息的 但是呢 经营者的这种态度呢 已经为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财产安全权 也是涉嫌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省消息工作人员表示 对于健身馆提供的目前与其他会员签订的合同文本内容 私教课程已经售出盖部退款 以及会员卡写明的此卡已经售出盖部退款 均涉嫌设置霸王条款存在侵权行为 我们的律师起草我们的合同都是有效的 如果OK的话 你可以让对方去走法律程序 提醒你们就好 你们制定的合同存在办公室管 我们不是学法的 所以我也不懂 现在你需要一个什么结果 需要我们这边怎么配合你 提供这合同当时是怎么切 再一个就是他上的课程 可以跟你协助 可以协助你帮你把这个合同资料的调查 在1月21号 吉林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进行第二次调解时 吉林省伯百利健身有限公司口头承诺 配合省消息的调解工作 但截至目前 相关资料也未向省消息递交 最终我们省消息终止调解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为消费者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将投诉案件转送给了长春市工商局 长春市工商局又转送到了经开分局 目前长春市经开分局已经针对于商家的这种罢王条款情况 进行了立案调查 我们省消息也会根据经开分局的一个处罚的情况 支持消费者提起诉讼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近日有消费者向延吉市市场监管部门举报称 位于延吉市公园路的一家超市 存在着商品标签价格与结账小票价格不符的现象 对此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延西分局进行了调查 并给了解决 据了解这位消费者在这家超市购买了162元的商品 采用微信支付 结账后发现其中一个商品标签价格为13.8元 结账小票上却标注的是19.9元 相差6.1元 到服务台咨询后 客服人员称是他们的疏忽 消费者办理退货后 被告知货款在24小时内退回 没有给任何退款凭证 接到消费者举报后 延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延西分局工作人员到这家超市进行了调查核实 警察该超市销售的海苔 红色价格标签为打折签 该标签上标有日期 打折日期为2019年2月14号到2月19号 由于超市工作人员工作疏忽 将标签到期后 超市工作人员并未将以到期的红色打折签下架 对于该超市的行为 我们延吉分局工作人员以责令该超市整改 在这里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经营者 规范价格行为 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 如果遇到消费问题 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第一报道 通讯员刘健报道 近日长城市消防救援支队 余树中队接到报警 称余树市泰安乡光阳村六组的一个平房 突然起火 火势较大 急需救援 接到报警之后 余树中队立即出动了一辆水罐消防车 余树五名消防员赶赴现场继续救援 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到 起火的是一个罩着塑料大棚的平房 此时大火已经烧至屋顶 火势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 现场浓烟滚滚 消防员经过询问得知 很可能是电火引起的火灾 于是立即切断现场电源 并出水枪对火势进行出救 由于熄火物质为防顶横梁等木制品 加上屋内可燃物多 给扑救带来很大困难 最终经过20多分钟的扑救 火势被扑灭 随后消防队员又对现场进行细致清理 防止死灰复燃 据了解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50平方米 第一报道张亚丽通讯员郭富城报道 第一报道纵览天下 来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憨太可居的小羊 精致实用的首饰盒 色彩艳丽的手提包 这些浓缩新疆哈密民间刺绣风格的 布衣作品都来自包静和他的绣娘们 据了解包静是 哈密一点刺绣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从一名小裁缝做起 包静经过21年的创业 研发出一系列深受当地百姓和游客喜爱的刺绣产品 我觉得作为我爸有技术的人 能让更多的人学到这些技术 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也希望能帮助到更多的贫困货 能够在自己家门口中多赠点钱 又能带上孩子 生活条件让他们多大的提高 当地时间3月9号至10号 第15届汉语桥杯中文比赛 在旧金山举行 吸引了1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比赛共设书法 绘画 作文 及诗歌朗诵等项目 受到包括旧金山湾区在内的 北加州地区广大中小学学生欢迎 全民主书 出生文 今天的比赛特点呢 就是不仅学生踊跃报名参加 家长在后面特别支持 为期三天的2019 李斯本秋冬时装周 当地时间10号落幕 共有31位设计师的作品 出现在时装周梯台上 据了解李斯本时装周 是葡萄牙规模最大的 时尚盛典之一 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 本届时装周一改以往的走秀风格 观众可以离开座位 近距离观看设计师的作品 甚至可以跟模特们自拍合影 韩国电信运营商 韩国电信公司 日前在位于首尔的 K-Lim全新影院内 向来宾展示了5G全新影像通话技术 该公司借助5G传输网络 和全新影像投影等手段 跨国实现韩美两地音乐人同场互动 引发到场人士 对未来通信技术手段的遐想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7号宣布 由于设备故障 福岛第一核电站 三号机组 罚燃料棒取出作业 被迫再度推迟 原定于本月底开始的作业计划 再度延迟到4月以后 据了解 罚燃料是使用过的核燃料 但仍包含有大量放射性元素 取出作业时 对工作人员的辐射风险也较大 东京电公司最早曾计划 在2014年年底开始取出 三号机组罚燃料池中 保存的566根罚燃料棒 但由于不断出现机械和电力设备故障 亦被迫多次延期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集市传媒视频专家服务道家 那下面来看一组现场新闻 近日傍晚在江苏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 一名女子是突然的晕倒 那其他乘客和公交车司机 是立即施以援手 公交车立即变成了救护车 将女子迅速的送往了医院 下午4点40左右 公交车正停车等红灯 站在后门附近的一名女子突然倒地 热心乘客纷纷向女子伸出援手 有的送上糖果 有的给她按摩 公交车驾驶员潘师傅也根据平时接受的训练 迅速做出了反应 因为他这样躺得不舒服 我就把肉图拿来 给他这个震在这个头上 然后拆下他的人中 就开窗 暂时安顿好女子后 潘师傅拨打了报警电话 并帮助联系的女子家人 不久女子家人赶到现场 而此时120救护车由于没有空车 意识无法调派 潘师傅把车上乘客博载 向公司请示后驾驶公交车 将这名女子送往医院 女子家人对潘师傅的帮助十分感激 目前女子仍在治疗 无生命危险 前两天一段十秒钟的视频 在重庆双桥经开区 不少人的朋友圈里是刷了屏了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段视频呢 来看一下 视频中 一位医生正跪在急救推车上 为病人坐着胸外按压 情况看上去十分危急 这位医生会是谁呢 记者在双桥区人民医院找到了他 医院急诊科的杜云川 当120到达那个医院门口的时候 我才发现那个患者已经没有了呼吸和心跳 当时第一念头就是如何把病人抢救回来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直接翻上了频车对他进行心肺复苏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杜高永 向记者谈起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3月6号下午5点左右 当地120接到报警 一位70多岁的老人突发疾病在家晕倒 双桥区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生立即前往了患者家中 可就在转运途中 患者突然病情加重 呼吸心跳变得十分微弱 救护车上 医护人员立即与医院进行了联系 急诊科医生杜云川随后在大门口做好了交接准备 于是就出现了视频中的一幕 幸运的是 经过医生们二十多分钟的不懈努力 患者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 当时心里也不是特别激动 毕竟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医生应尽的指责 在菜市场呢 大家经常会看到啊 一些老人家来卖菜 在陕西西安呢 有一对八旬的老夫妇就经常在卖菜 不过他们呢 卖的不是他自己的菜 而是帮别人来卖菜 老人说呀自己家呢就住在这个菜市场旁边 早上看见菜贩子忙不过来了 就上去帮忙来卖菜 那这一帮呢就是帮了八年 而且分分不收 我将在这一帮忙趋了三分钟 今天也是帮忙的 就是帮忙做优势 那么亲爱的 那 referendo 我们上不够が 我们上不够了 我们上不够了 要不够了 我们下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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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还是有大胆的游客不肯吸取教训 看到老虎来了 赶忙拿着手机挤到防护网旁边去拍老虎 根本无视防护网上挂着的 真爱生命严禁攀爬触摸的提示 过了一个小时后 等老虎走远了 公园的工作人员才进入虎原 帮这位游客捡手机 下面的这个事发生在餐馆里 现如今手机付款是越来越普及了 但是在会计的同时 咱们大家得真多留点心 前两天在安徽济西 有一位外地客商 在一家面馆里吃完面之后 将原本消费的811元 挫付成了8011元 店主夫妇发现之后 主动归还给了时刻 江苏泰州的郭先生 因为生意的原因到基西县出差 期间经常去宾馆附近的一家 叫串山面馆的小店吃面 3月1号早晨 郭先生照例又去店里吃饭 吃完面后 向店老板还买了两条烟 总共消费为811元 没成想 郭先生粗心大意 手机微信转账时 将金额错输为81011元 当时正是吃早饭的高峰期 店主何江波夫妇也没注意 直到空闲时一对账 才发现问题 那个时候刚好我们也在忙 后来一看 怎么钱不对 应该是800年11 结果转了8000年11 发现多收了7200块钱之后 何江波夫妇立即想到 将钱退还给顾客 不曾想虽然是老顾客了 但是一直没有问过对方叫什么名字 也没有联系方式 巧的是 两天后 郭先生又来到面馆吃早饭 何江波的妻子程小平 主动提起了错付钱的事 你钱不要了 我还有什么钱啊 你那你给我都转了 7700块钱 郭先生原本不信 拿出手机一对微信账单 这才发现自己真的多给店家转了7200块钱 随后何江波将钱还给他 我心里感到很软性 这样的人真的出事要什么都好 原本郭先生想拿出一些钱 给何江波夫妻俩表示感谢 但是被夫妻俩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 郭先生就找人做了一面锦旗 送到了店里 下面再来关注两条新闻追踪 在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节目播出了一个 关于小额带连环利滚利的报道 由于当事人周宇无力承担 最终是选择离家出走了 留在家中的一家老小 仅仅是有三个月大的孩子 更是击坏了周宇妻子的姑女士 庆幸的是 我们节目播出之后 周宇本人也是看到了家中的亲属 寻找自己的消息 万年聚会的周宇 最终是选择了回家 跟亲属一起来面对 这巨额的债款 那从一千多元利滚利 到了最终的两百多家的贷款公司 这金额高达了几十万元的债务 或许这其中的缘由 只有这其中的疑问 只有当事人周宇是最了解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周宇 说说这其中的事情 回家后的周宇 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记者取得联系 在跟周宇本人约好时间后 我们的记者带着律师 也第一时间赶到了周宇的家中 静闭了这些天的漂泊 周宇看起来情绪有些低落 当我们的记者问到 有没有看到我们寻找他的报道时 周宇是这样说的 当天晚上找了一家网吧上网 看着 然后我才知道 这个社会还有亲朋好友都在找我 也让我比较感动 因为我觉得 这些人就是说 对我的关怀和关爱 也不应该让我自暴自弃 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就突然下午就从家里走了 其实这个小孩 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 因为那个无定的骚扰和电话 让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还有亲朋好友同事 都知道这些事 他们也受到骚扰 所以我感觉 没点在面对他们吧 在周宇本人讲述中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起初的借贷是由于周宇 将自己的信用卡中的欠款 采取了分期偿还 在每个月的到期还款日时 周宇没有按时偿还 所以只能选择网上的小额借贷 用小额借款的方式 来偿还自己的信用卡 只是让周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循环式的借款还钱 最终会演变成巨额债务 但是当时我没想到能说 后果就是说还不上 因为我还自认为当时能还 结果这苦红就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是每个月都还款日了 都凑息了 就越去找一家网站平台 再去还这个苦红 所以说就越积累越多 由于自己实在无力偿还 这样的利滚利的巨债 又害怕给家人带来麻烦 用周宇的话说 在那个时候除了离开 别无选择 周宇跟记者说 在离家出走的这几天 自己的内心很复杂 一方面惦记家里的妻儿老小 另一方面更担心 追债人给家里带来惊扰 那时候周宇只希望 他的离开可以平息这件事 但事情远远没有他想象般简单 事情的进展也超乎了周宇的想象 四点准时在APP上处理一下 我不希望到时候查不了 您这边是要逼我开始播到您的通讯 的离财还吗 如果我这边等到六点 你都没有还 不好意思 我决定给您打完 好吧 现在不管他借了多少家平台 今天已经到期了就赶紧还 今天只是还个本金 你明天拖到明后天的就余期了 一天的余期费两百多块钱 每天都会不断地增长 知道吗 你们恶不恶心 到底跟谁俩了你 这些不中还吗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征信记录 周宇每个月到了还款日都很犯愁 这个时候出现的利息低额度高 这样带有诱惑字眼 让本来就为还款犯愁的周宇 瞬间仿佛看到了希望 但是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 周宇一步步地陷入到了 借贷连环套当中 从今年的一月开始 周宇的借贷 就像一个巨大的雪球 在等待着周宇的接力 连环的套路 压得周宇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 结果这个就是一个恶心循环 我那两多月都不知道是咋过来的 因为这七年的话很快的 因为七年到时候 我想还这一家 到我比如还一千五的话 我还得再两到三家 这样就是说慢慢循环开来了 最后我手机的内存已经不够了 就是说大约得二百多家吧 比较利息在本金的话 大约得四十万吧 因为担心家里人的责备 周宇选择自己用小额借贷的方式 来解决自己的信贷问题 由于没能及时还钱 周宇从本金一千五 很快就滚到了几万元 为了尽快还钱 这家贷款公司 给他介绍了另一家贷款公司 用借下家还上家的方式进行还款 也就是所谓的平账 这样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平上家的账 周宇就这样一家一家公司的借下去 听完了周宇讲述的过程 宗密纳律师也给周宇一些法律上的意见 那么现行法律规定年利率正常是不超过24%的 所以像你说现在已经滚到几十万 甚至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显然它这个数额就是违法的数额 如果他们再采取一些威胁恐吓 那现在咱们整个全国的扫黑除恶当中 对于这种小贷公司造成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人身损害呀 寻衅滋事啊 例如非法拘谨呢 也是国家会用法律的手段来惩罚它的 所以我建议你不要害怕 面对下一步的打算 周宇对记者说 关于银行征信部分的十几万元 周宇跟家人会竭尽所能的还清 至于其他借贷的不合理还款 周宇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在这里律师也提醒广大市民 关于民间的小额借贷 一定要注意相关事项 不然或许下一个不小心 就会走进一个个连环陷阱 这些年关于民间的小额借贷 很是火爆 类似于周宇这样的事件 也是时有发生 如何避免陷入连环陷阱 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那咱们继续来往下看新闻 通鱼县新华镇玉林村 过去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 十年九旱 农作物产量低 村集体经济落后 村民生活也不富裕 2016年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 玉林村不仅是扶贫产业落了地 村集体经济也是逐步壮大 村民们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 奋力前行 2016年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的 扶贫工作队 来到玉林村开展帮扶工作 担任玉林村第一书记的王有斯 是一位57岁的老警察 通过走访调查 他发现这里盛产马铃薯和骨子 于是决定带领大家 开展专业化种植 发展粉条和小米加工项目 2017年7月通过住村工作队的多方协调和努力 占地2万平方米的玉林粉条加工厂和玉林米面加工厂拔地而起 厂子有了收益以后 就是各贫困户包括全村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利益 得到分红 同时厂子用人贫困户优先 粉条厂每年需马铃薯约800万斤 骨子等杂粮约200万斤 在延伸产业链的同时 也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 同时每年为村集体缴纳承包费50多万元 如今玉林村的路灯亮了 把柔路铺好了 全村91户175人已经成功脱贫 年人均增收2000多元 我这个两个厂子我们认为是我们今天生活有保证 我是通一县新华镇伊林村驻村第一书记 我叫王有思 我为我村特色农产品 伊林省条伊林小米代言 咱们继续了往下看新闻 近日省安委会成立了六个明都案查组 吩咐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检查的重点是非法校车 旅游包车 无证开采矿山 违规建设施工等行为 那做到了有案必查 查之必严 依法整改消除一批重大隐患 停产整顿一批严重违规违章企业 关闭取缔一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单位 严厉处罚一批非法违法单位责任人 日前记者跟随第一明都案查组 对吉林大黑山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大湖滑雪度假区 两户企业在东春安全整治大会站 第一阶段查出的13项问题进行回头看 经检查企业已经整改完毕12项 一项未整改完成 督查组现场约谈属地监管部门 及企业负责人 责令期限期整改 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形成闭环 督查组还对一发生事故的重点行业领域 进行督导检查 随即抽查了化电室中医院 化电室光荣院 磐石市医院和磐石鲜华宾馆等单位 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提出整改意见 并移交属地监管部门督促整改落实 另外五个明都暗查组同步在全省各地进行了检查 我们此次督查的目的 主要是督促各地各部门各企业 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强化对重点企业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监管 及应急管理 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切实排查隐患提前防范 据了解 至东村安全整治大会站开展以来 省安委会第一名都暗查组深入长春 吉林两地 12个县市区 检查企业71户 查出问题隐患585项 实施经济处罚99万元 约谈企业负责人7人 第一报道通讯员郭文英 岳红南张帅报道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服务到家 我们第一报道 现在全面的征集新闻线索 而且爆料还可以获得 300的1000元付赞的新闻奖励 欢迎大家能够积极地提供新闻线索 好 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